刘德华他的感情事件呢 都是让外界非常的好奇 那么最近在拍电影的时候呢 记者会上又被问到了 他所饰演的这一位呢 狄仁杰到底爱的是谁 到底会不会想结婚 原本华仔呢是很有耐心的回答 但是对于记者在第三度呢 在对他问到他自己的 这个感情事件的时候 他突然把麦克风往桌子上 一甩掉头走人 时刻电影狄仁杰 10号在浙江举行记者会 主角刘德华 李彬彬 刘嘉玲都出席 刘德华在戏中演的敌人节 是每个女人都爱在心里 却不谈恋爱 我觉得他是一个完美 所以他必须要 什么都有这个本领 去做美丽的事情 他不是那种很武功 很厉害 很多很多力气之类的 他会看到人家感觉到 而且很确定的知道 他讲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当记者问他 敌人节爱的是谁 他这么回答 每个女人都谈恋爱 但是他们不跟我谈恋爱 你爱他有闭闭眼的角色吗 爱 但是爱得很闭闭明 会爱家里的角色吗 所以我是一个花心的人 刘德华说 敌人节各个爱 但都不结婚 这就被记者问到 就像他的现实生活一样 当华仔第三次 再被问到 敌人节那么帅 年纪那么大 地位又高 却不结婚 是不是不正常 明显把敌人节三个字变小声 根本就是在影射刘德华 结果华仔半生气 半撒娇 对这位记者说 你耍我呀 接着就把话筒扔到桌上 记者会结束之后 匆匆走人 没有再回答问题 中文新闻 那里因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